大巨蛋 不但自己会默默地长好 而且施工路上的绊脚石 还会一一自己被搬开 怎么一回事啊 嘉庆 真的 你看让我们想到说 以前不管是市府里面那些 曾经被柯文哲赞赏过的 什么林青蓉 林周明这些 曾经跟柯文哲你浓我浓的 最后因为大巨蛋的关系 也都默默地被移开了 所以说柯文哲的政商关系 到底是怎么经营的 就很多人又讲到说 那他像以前在台大当医生的时候 你跟药商是怎么往来 到大陆怎么去教业客谋 或是怎么去仲介一些奇奇怪